老师你真的是让我整个人 气上又化下 他在我耳边就是在睡觉的时候跟我讲说 那他要睡哪里 我也有一次在泰国 我们在一个很远的村子拍 然后两台机器都 我很尊敬大家 欢迎收看如此之迷信 哇今天有两位超级大来宾 我们欢迎国宁和王晋 嗨哈啰哈啰哈啰 偷喽这个电影我有去看预告 是我超喜欢的题材 而且我其實有认真看他裡面的世界观 我觉得是超г野的一个故事 就是他其实是在讲一个超大的世界 裡面取了一个不怕的角度 那我想说他有超多延伸 可以拍啊 可以讲的故事啊 我就是超级喜欢这个 其实刚刚跟你讲的有点像 他是用一个非常庞大的世界观 但其实很合心的情感面 很符合我們現代人都會面臨到的 生存焦慮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出人頭地 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考上第一名 當鬼都跟當人一樣累 然後在鬼才裡面 我們的這個團體呢 我們是一個像是經濟公司的狀態 然後他是我們的經紀人 然後我們有一位伴娘凱薩琳 對 就是熔熔姬飾演的部分 然後他們兩個就有點像是父母的感覺 父母嗎 對 就是兩個大人 就是要帶著我跟拜拜還有手手 然後我們要一起在想說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繼續在鬼界生存下去 可是當同學的出現 然後其實我所飾演的經紀人 Makoto跟凱薩琳 又重新思考我們這樣的生存之道是對的嗎 會有另外一種反思 就是開始反思自己的鬼生是不是 對 所以他可能從這個過程中就希望帶給大家一些 也是生活上面的反思跟啟發 是希望可以療癒到大家 有困惑的時候停下來想一想 我是自己覺得這個電影真的是超好看 加上兩位也是我超級喜歡的明星 真的真的 我曾經年輕的時候 因為這個柏林買過Overkill 多久以前的事情啊 我以前朋友的牌子 我們接下來進到我們今天迷信的主題啦 OK 你們平常拜拜嗎 還是說你們有什麼信仰嗎 會拜拜 然後信仰的話其實我沒有特別有什麼禁忌 就是什麼不行什麼可以 都很尊敬這樣子 都很尊敬 所以你是屬於一個泛靈信仰 都接觸看看 不想要直接就先拒絕 我想要先了解後 然後這個感覺 所以你就是大家說 那我們去拜拜 你就說那去一下體驗 對對對 我們家是基督教 你們家是基督教 其實國中的時候那時候就有受審 所以就是每個禮拜天 都會出現在教會的人 不會 盡可能 我那個國中的時候幾乎每個禮拜天都會 但後來出國念書之後 我還是去那個教會學校 家裡比較偏向這一塊 ok 那我們因為我們知道有個江湖謠言嘛 就是你記得訪問的時候說這個 鬼加上王靖等於破譯嗎 身為一個基督徒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個人是覺得就是 自己看到的時候會覺得說 你確實覺得蠻神秘的 怎麼會好像每次 每次都有這個東西 被大家看到的作品都跟比較鬼有相關 但後來好像在去年某一個電視劇 就是人選之人就打破了這個原則 變人了 對變成人了 所以我想這個謠言不知道 所以關鍵是因為有王靖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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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比賽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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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的就是 還有很多很多大的幫忙 很好的劇本等等 因為我看到這個電影裡面有很多就是 其實整個的這個陰間 看起來是有一個產業鏈對不對 它算是一個什麼詭異圈嗎 有一點類似 類似在影射這件事 我超級相信這件事真的存在 不管是衣服啊 錢啊 移動啊 各種需求 只會陡處裡面 只要你的阿公發財 你的討好運就會爆發 然後 阿公過世了怎麼辦 騷給他 然後我們就有非常多的粉絲 因為這樣子遇到真愛 然後我甚至有些朋友看到我就說 你現在已經後面有個地藏王給你的扛棒 我有看那個內容的時候 我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感觸 就是我們一直覺得我們的親人 或是我們的周遭的這些所謂的好朋友好朋友 他們離開以後 他們並不是就消滅了 而是他們真正的還是一直存活在這個世界上 兩位如果在演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感覺到說 如果你們的朋友或已經離開了親人 還是這樣子活著是怎麼樣呢 就其實沒那麼恐怖了 沒那麼恐怖 對 因為鬼都是人變成的嘛 所以也就還好 就不要像戲裡面突然那樣子 我很久之前 我有個朋友有跟我說可可夜總會 只要你一直記得這個人 他就不會不見 所以你也是這樣想嗎 他就不會消失 對 所以就是其實 在長大的過程中 你可能就會開始必須得要面臨到 我們在長大 但是可能家裡的長輩 或者是親人也在老去 一開始是非常難以接受的 但是當你去理解到說 其實你只要想著這個人的時候 他就還在 但如果你把他忘記的話 他就不在了 他就不在了 對 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那我一定要永遠都記得他 最常被問到的 就算命是就是說 如果人離開了 在算命上是可以算的嗎 反正就是我 死過幾個客人 就是我真的算他 他也在那個時候死了 我還記得第一次的時候 我是超級衝擊的 就是我心想 如果我能跟他講 會不會他就不會死了 但後來到第二次發生的時候 我更衝擊 因為第二次那個人可能是 類似這種刑事案件 他的朋友跟我講說 他說你還記得 你跟他講過說 在今年幾月後 他爸爸會非常擔心他跟痛苦嗎 其實就他離開了 所以他跟他爸爸那時候 他那時候笑笑的說 他跟他爸關係很好 可是因為他爸爸很難接受 他的小孩就是這樣走的 就開始諮商嘛 各種的調整 然後此時我就有感覺就是說 如果我們被遺忘可能不見 但是其實我們的離開 可能只是一個型態的轉換 其實我們周遭的人都還是活著 他們還是記得了我們 所以我們只是換了一個方式活著 我在看這個 就是鬼才知道的時候 我其實有個想法是說 就是未來有一天 你們轉換那個型態的話 你們還會想要在底下 成為一個明星嗎 我想當經紀人 你想當經紀人 我想當Makodo 你想當Makodo 嗯 我不知道那個時候 我還有沒有想要 繼續留著的 繼續表演嗎 不知道欸 對 鬼才知道 到時候再說 我最近很想要研讀 金剛經 就是一個佛經 金剛經裡面講到很多 發願的東西 那時候我就是看到 鬼才知道的時候我想說 那如果我變成這個靈體之後 我就開始在靈體世界裡面 宣揚正道 就是鬼可以行善積德 有一次我就夢到了一個女鬼 她在我耳邊 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跟我講說那她要睡哪裡 然後我就覺得 Holy shit 我會說你可以去睡隔壁街 就像別人 那個我經紀人 我同事他們 我同事他們 同事好慘喔 他們會陪你聊天 你去那一間 他還有失聯問題 你知道嗎 我真的看你們結果訪問說 這部片是特別乾淨的 對 那你們以前拍其他的片子 有遇過嗎 這種靈異超自然事件 我也有一次在泰國 我們在一個很遠的村子拍 然後就兩台機 因為那時候還是底片 然後兩台機器都 露不了 嗯 就是從來沒有 對同事就沒有 然後那一天就有拜拜 什麼還是露不了 然後那天就 啊收工回家 那樣 然後可憐就好 那大家就知道那個 對對 那就不要再拍了 就走了這樣 再拍下去可能要出事了 可能就人露不了了 因為不可能兩台嗎 哇好像沒有欸 妳沒有 還是妳剛好沒看到 就是他們在那邊弄 妳就欸 被那個被分心了 我就像喜劇節奏 我剛好看風景什麼 他已經這樣 欸他沒在看 喔 有可能 或是他們知道找妳 妳就會說去隔壁 那我有過拍戲回家之後 做夢 動不了 壓住 妳是太累吧 對所以我覺得 我只有一次而已 下半年的運氣 下半年的運氣 對對對 下半年的運氣 我們現在就是想著 今年下半年的運氣 然後畫一張臉 要有眉毛耳朵眼睛鼻子嘴巴 好 對對對 哇 很強欸 超強欸 超會話 來後信給我 超會話 妳要解釋一下嗎 妳是要解釋是不是 沒有我只要說我這個Superstar 我不是只說 我不是只說 是臉的 shape 對 對 I got you Superstar 我不是說巨星什麼 我只要說我的臉 是一個星星 好我們先來看王劍好了 王劍這個圖呢 是一個運氣超級好的圖 受到超多人的關注 大概是電影上的時候 你會收到超多 你從來可能沒有聽過的意見 然後超多人給你的建議 但是你聽得進去 你會覺得 我應該要改變 你很柔軟的接受這一切 下半年的時候 你會有個體能上的一個需求 所以你要有一個超大體能的訓練 然後你會想要突破你自己 你的整個想法是 你覺得你要改變你自己 你要很有突破 而且你很Focus 你要做的事情 而且應該是跟一直想做 但是你沒有想清楚的事情有關 就你想要趕快把它做好 你的情緒會推著你做 大概在10月左右的時候 你就會因為這些改變 你覺得你在整個的狀態 對很開朗 而且在地 你會覺得你在表演這個地位上很穩定 你大概知道就是這樣表演 你大概找到一個很大的收穫 就是這樣一招用20秒 10月左右左右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全新的戰略 在11月你就覺得 我接下來就要這樣子走 這樣走一定是對的 然後但是因為這個戰略很有趣 這個戰略有一點天真 過度的天真 導致你會發現很多事情跟你想的 好像不太一樣 就周遭的人好像給你 原本跟你講的這個承諾 不一定會兌現 所以就開始反思說 怎麼大家都沒有兌現了 可是有可能會被騙的 對被周遭的人 就周遭的人說話不算話 然後導致說你會破財 嚴想你也覺得就算了 然後這個算了之後 沒想到你算了之後 收穫超多的 老師你真的是 讓我整個人 欺商又化下 我現在不知道 我會開心是不是 非常開心啊 但是你自己是 對一切來的過度衝突啊 所以你在就年底的時候 你的運勢會大開 桃花會大望 真的喔 大概是這樣 這麼詭異的畫服 竟然這樣子 我們來看看摩尼 好 哇這個真的超會畫 要表所有靈活的思想 帶來巨大的突破 你在接下來兩三個月左右 你在男粉 通常在男生的粉絲中 會巨量的爆發 就算有超多男生覺得 我摩尼太棒了 太讚了 讚到炸裂 然後你也會覺得 哇我就是整個發展上 大家都開始關注你 而且大家覺得你反應超快 做得超好 大概就在十月左右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我這麼帥 我一定要更大挑戰 對你就說我要有更多的 更多的男生 你十月會認清自己的帥欸 更多的男生的這個突破 好厲害喔 你想要在這個男粉上面 有更好的發展 你認為你自己覺得 我想到一個招了 在十月十一月 你覺得我有一個招 這個招就是 所有的男生一定都會覺得 超愛我演的這個角色 或超愛我這個事情 我一定能大眾 也代表你想得很前面 可是這都是 跟錢沒有關的事情 所以剛才這事情 都跟錢沒有關 但是很重 你覺得這事情太能做了 然後你明明就還沒有做的 你做得不錯 但是你後面有更大的計畫 你就先告訴大家 我就是要做這個事情 就是在十月十一月的時候 都非常棒喔 十二月的時候你就覺得 我胸有成竹就這一招 但不能跟大家講 但是你就很衝動的 做了一個決定 對對對 結果沒想要做這個決定之後 這個決定還是變成 又會變女粉比較多 代表這個招 你的男粉的續航力 大概在十一月十二月年底的時候 又開始經營比較多女生的東西 可是再往下來看 其實你自己很知道你這個方向 就是往更多男生喜歡你的 類型啊 表演啊 各種方向去做 都會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你自己是 超級喜歡這個方式的 你覺得你做這個方向 可以幫助到很多 就是很多跟男生有關的東西 也可以幫助很多的男生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幫我們畫鴨 畫鴨簽個名 我們在年底的時候就會來檢討 不準的就道歉 準的就歡迎明年再來 我如果有被騙錢的話 我會跟你說 你說十月是不是 就不要被騙第二次就好了 我之後開始每個人跟我講話 我都說真的假的 你發誓啊 你發誓啊 你不要騙我 先錄影 那最後我們再講一下 電影的那個宣傳資料 好來 跟你說 你幹嘛知我啊 那個8月7號鬼才知道 將會在全台灣上映 然後希望喜歡電影的跟喜歡王靖的朋友們 可以去訂閱 還有喜歡柏林的那個男粉女粉們 趕快來一下 對不要等到十月喔 也不要等到十二月 就是8月7號 對 還有迷信的朋友們一定要看 我覺得超好看 GO